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句话常被不少人挂在嘴边,但有网友近日PO文列出台湾最丑陋的十大景色,并空下第十个让其他人留言,引发网友议论。 有网友在DCARD列出台湾最丑陋的十大景色,包含公车,捷运上各种自以为的老人家逼着让座,火车对好座还一堆大妈乱座,被发现就装死一堆老爱红灯走斑马线的路人,被撞还怪人。 很旧的绿排机车,废气多得夸张,一堆屁排骑电动车,把马路当赛车场,铺龙共击车骑士,汽车驾驶人士打了右转灯却左转,在外侧车道印在绿灯时切到内侧左转,台湾的各种超队景象,选举时各种竞选车,广告单,大声工的噪音,最可恶的,酒驾,酒驾,酒驾等,并开放第十点给其他网友补充。 其中不少网友都认为是奥克文化,惯老板文化,地上总是常常看到岩地跟冰榔沙还有垃圾,也有人认为是爱战南北的坏习惯,某些人只认颜色,不动脑,总而言之还是人。 另有一些网友则是针对前九项补充自己的愤怒点,直呼第四点,真的,超级火,骑在旁边都超想踹他们。 第六点,路上一堆智障左右不分登能儿。